再来关心的是教育问题 亚洲体验教育学会一行人 今天是特别拜会了县长许正位 针对花林县114年度 办理第十届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 来进行意见交流 希望由国际研讨会的契机 来提升花莲的国际能见度 来带动观光以及经济产值 亚洲体验教育学会 常务理事间冒险治疗委员会召集人 徐晋熙表示 在冒险治疗委员会的努力之下 台湾获得第十届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的主办权 2025年即将在花莲举办国际冒险治疗研讨会 为了预备内容 2025年的会议主题是以大自然的疗愈力量 15号拜会花莲先政府县长许正位 包括卫生局长朱家祥 社会处复处长 参议陈建村共同来讨论明年度的计划 而在计划内容包括研讨会 工作坊线上大师论坛 增加各国冒险治疗工作的交流 整合台湾冒险治疗实作经验 而主着是以安全性专业性产业能长久 透过办理大自然疗愈方案 征选比赛与培训线内专业人员 产出能够安全却有成效的方案 并且在未来形成方案认证制度 透过行销宣传以及学术单位进行研究 宣传花莲成为大自然疗愈之线 促进产业产长久久的发展 记得终于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